这两天全世界的媒体都聚焦在了嫦娥5号中国探月新任务上 这次任务非常特殊 因为这项任务的终极目标是在月球上造广寒工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嫦娥工程一共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无人月球探测 第二步载人登月 第三步建立月球基地就是我说的广寒工 这一次的嫦娥5号以及后面的嫦娥678号 执行的都是无人月球探测人物 就是在月球上挖土分析月壤样本数据 到2030年左右 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些月面技术的测验 如果论证可行 我们就会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而这个基地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什么特殊意义呢 可以说我们会从行星物种转变到星际物种 并且开始一个规模前所未见的大探索 大扩张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后面会做详细说明 所以说就因为这个事意义非凡 导致嫦娥5号刚刚发射成功 美国就猴急地提醒咱们 要像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和阿尔推米斯计划一样 公开月壤数据 因为在这之前的40年内 咱们国家是首个带回月球岩石和土壤样本的国家 以前咱们的检测手段不行 等到检测手段行了之后 样本不新鲜了 丢了很多数据 所以咱们这次带回来的数据非常重要 全世界都很关注 那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阿尔推米斯计划的目标正是在2024年 送两名航天员登月 在2028年之前 在月球表面以及月轨上建立可持续的人类生存基地 最后在2030年登陆火星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他们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机器人采矿竞赛 谷歌则为月球X大奖提供赞助 如果能让一个机器人登上月球 并且行走500米 就能获得数千万美元的奖金 所以说它对这个数据的需求 可以说是十分迫切了 俄罗斯 欧盟 印度 日本都将载人探月作为未来发展目标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开展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 显然已经迎责了不惧先机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建设这个基地它究竟是为了什么 月球挖矿还是星际移民 很多up主也提到了月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源 水 氦酸 钛铁矿 还有稀土元素 首先咱们说氦酸 我认为其实在月球上开采氦酸的意义并不大 这种物质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就像在地球上挖掘煤矿或者开采石油一样 一旦你开采了就不再拥有了 而且在月球上开采氦酸是一项巨大的投入 需要建立庞大的基础设施 这笔投入用于在地球上研发真正的可再生能源技术 或许更划算 咱们再说说稀土啊 钛铁矿啊这类的矿产资源 月球储量确实很丰富 月球上的颗粒浦盐 蕴藏着丰 氦 稀土元素 以及土 油 这些元素是未来人类所要开发利用的月球资源中重要的矿产资源 月球上甚至也可以看见高附加值的薄加族元素 因为有很多金属小行星在连续不断的撞击月球 如果对这些撞击点进行定位和探测 可能会找到附加值更高的薄金加族元素 但是 如果人类去月球只是为了搜寻极地挥发物 以及在地球上罕见的元素 其实小行星采矿更适合我们 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在月球上折腾 最重要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 没错 就是水 我们可以从风化的土壤中提取水 再将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 氢气可以与大气层中的碳相结合 这些原材料就可以生产火箭所需要的燃料 为什么火箭燃料这么重要呢 当然可以毫不负责任地说 接下来说的这些都是我的推测 我刚说了如果为了资源 我们完全可以去搞小行星采矿 你说移民月球吧 月球白天零上103度到零上330度 晚上的温度是零下150度到零下170度 哥你你愿意去不 没有大气层温差太大了 另外你还得建立一个防御系统 小行星没事就喜欢撞你玩 你说你受得了不 除非你觉得人间不值得了 去那单惊受怕的待上两年回来 觉得人间真香 这个基地建设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啥呢 为了建造一个人类殖民太空的前上 根据凯尔达肖夫指数制定的标准 人类一旦开始试图改造和开采其他行星 就意味着人类由目前的0.75级文明 过渡到了二级文明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建造 较低级的二级文明 所能建造的最大结构 戴森球 它是一个利用恒星所动力源的 天然核聚变反应队 由此人类的文明就算是翻篇了 开始一个规模空前绝后的大探索 大扩张时代 那怎么建造戴森球呢 需要四大技术 太阳能发电阵列 矿工 精炼厂和发射设备 首先我们可以先建造一个 一平方公里的太阳能发电阵列 用作反射镜或电池板 然后我们需要建一个机器人工厂 这个机器人工厂需要批量生产矿工 太阳能发电阵列会为这些矿工提供能源供应 于是这些矿工们就开始在月球表面挖矿 然后把这些矿运送到精炼厂 去提取有价值的元素 并经它们制成卫星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有创意的方案 将这些卫星送入太空 就比如说建一个电磁弹射装置 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层 所以只需要每秒2.4公里就可以脱离月球 而我们之前建的太阳能发电阵列 就可以为它提供能源 再加上SpaceX的火箭发射技术 用电磁弹射装置 发射009号那样的火箭 发射一次就可以将60颗小卫星送入轨道 一级火箭和两块价格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整流杖 还可以回收再利用 另外这也就是为什么火箭燃料这么重要的原因 跟星链有点类似 星链将地球保住 而戴森球则是将像太阳那样的恒星保住 吸收太阳的能量 再将能量发射回来 储存起来 要知道太阳是一个目前最有效率的核能发电厂 它每秒发光的能量等同于1兆克核弹 所以我们该怎么取得这个能源呢 没错就是戴森球 它是我们人类建造的宇宙中最大最有野心的工程 我推测30年内一定会实现的商用核聚变反应对 并不是在地球上 而是在月球 这篇稿写的可太费劲了 老铁不给点个关注吗